周星植破口大骂的一幕 让我彻底看清了他的底线 2004年电影《功夫》上映 周星植应邀到海外宣传 但是外国主持人总是带着轻蔑的语气 问着奇葩的问题 周星植都一一忍下 可万万没想到 主持人竟然把他当软世子捏 嘲讽中国人看不懂英文 人无可忍 周星植直接起身硬刚 国家就是周星植不可触碰的底线 因为他绝不允许有人贬低过人 看到这儿 你一定觉得周星植很霸气 其实更勇的还在后面 1988年 周星植刚刚拿到新马奖最大难配 但他转头就在TV比完会上 用国语唱起了我是中国人 他声音青涩 港谱浓重 但满眼真诚 情感坚定 用自己的前途证明着对祖国的忠贞 1997年香港回归在即 他在大街上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 当被问到对香港回归的看法时 他也只说了一句话表明立场 2022年3月21日 东航MU5735上的132位同胞不幸身亡 举国悲痛 但是一位退休机长 却在美国的新闻周刊上大放厥词 面对这位外国机长的冷血和恶意重伤 周星植替我们出头了 他借助手的社交账号公开表达痛惜 并怒持这位机长 在家国大义面前 周星植第一时间鸣不平 这一切不过是因为两个字 爱国 如今周星植已经60岁了 时间改变了他许多 他习惯引力在人群 简单的戴个帽子骑着单车 但也有些东西没变 比如他满腔的爱国热情 我永远都是中国人 比如他对祖国同胞的真诚关切 因为电影我们认识周星植 因为各局特色的人物形象 我们喜欢周星植 而我们爱他 则是因为他有一颗滚烫纯粹的爱国之心 这才是我们应该追的心